家族荣耀之继承者 下十个重要角色的人物性格 邱家其余成员人物角色介绍 一 邱老太爷邱汉阳 性格传统 但位置于古板 更有慈祥集体贴面 虽然重男轻女 但分外痛惜长孙女浩儿 只是一设计家族生意 汉阳的首选却永远不是浩儿 直到邱家接二连三发生的风波 邱老太爷对公认继承者邱之兵的胜任度开始起疑 掉下一份惊天地 弃鬼神的委托书 因而引爆一场争夺继承者之位的腥风血雨 绝对是聚集主轴人物 二 邱家二一太 邵家必秋手艺年轻时的情妇 扮下双胞胎秋指兰及秋指童后 进驻邱家成为二一太 性格温婉贤惠 对待邱家上下均笑脸迎人 与霸气跋扈的正式戴琪亭形成强烈对比 在邱家是弱者般的存在 与守人一样 弱者外壳只是家必的生存之道 她的温柔背后其实暗藏利润 而且更怀揣住一个足以翻天覆地的惊天秘密 三 邱指兰 首一二房女儿 双胞胎中的姐姐 生性懒散 好意勿劳 是典型不求上进的富二代 虽为二一太家必所生 但由于备受全家上下疼爱 连正式戴琪亭也对她观照有加 因而从小骄纵成性 习惯成为焦点 曾凭家族人脉及先天优越条件 成为顶尖模特 可惜很快便感到厌倦 再度变得无所事事 芷兰与青梅竹马的高俊 在求学时期 经常留连夜店玩通宵 情同兄妹 芷兰更不知不觉爱上高俊 更对高俊一直忘不了的浩儿心生妒忌 最后更与爸爸手艺等联手 对付唐姐浩儿 四 邱芷童 手艺二房女儿 双胞胎中的妹妹 是豪门里的边缘人物 自幼备受冷落 更遭正式戴琪亭百般刁难 这样的成长环境 让芷童养成了坚毅独立 正直勇敢 温训慈敏的个性 但博名利于物质的芷童 并立志成为一名 专门为弱势群体打官司的正义律师 虽然决心摆脱龌龊的家族争权风波 但最终仍逃不过家族秘密的举咒 及家人的道德绑架 被逼辞掉律师工作 加入秋氏集团 五 何美英 秋手人第一任太太 为秋家诞下能力善良孝顺兼辈的长孙女浩儿 与长大后的浩儿 无所不谈 是闺蜜般的母女关系 性格温婉 善解人意 拥有与上流社会匹配的优雅气质 是秋老太爷认定的好儿媳 可惜因为未能为秋家长男首人诞下儿子 令首人失去集团复习位后 变得异性阑珊 沉迷玩乐 二人最终离婚述场 六 马小玲善良聪明 为人灵机心 是浩儿大学师妹 兼建机队队友 经浩儿推荐加入秋氏集团 成为志斌新任秘书 浩儿表面为失业的小玲介绍工作 实际却是安插小玲在志斌身边收风 直视小玲毫不知情 小玲凭借热心尽责的工作态度 成功融化烟间挑逸的志斌身边 二人一拍即合 小玲更因而对志斌日久生情 虽然志斌同样对小玲有好感 二人一瞬即打得火热 并怀有孩子 但志斌为了巩固集团地位 最终不惜背叛小玲 与大马拿督女儿JJ梁诺言试订婚 令小玲痛不欲生 七 赵启帮Rio 赵是集团接班人 温文尔雅 文质彬彬 因工作认识浩儿 并对其一见钟情 展开追求 并对浩儿事业百般支持 表面看 Rio是痴情富二代表表者 但实际他也并不绝无机心 Rio除了看重浩儿在商业上的能力 及手中项目的发展潜力外 亦看重浩儿的高贵品质 是适合托付终生的人选 真心爱住浩儿的Rio 最后为了红颜卷入车祸 八 大马拿督女儿JJ 身为大马拿督女儿 加上样子身材均出重 JJ一直以来不乏群下之臣 志斌亦是其中一位 对男女关系 抱开放态度的JJ 性格高傲冷漠 但对志斌却离奇的口硬心软 即使明知志斌利用自己 还是愿意为志斌搭路充实业 九 高成 高骏父亲 年轻时在邱家担任司机 离开邱家后 或邱家打本经营咖啡店 是一名慈祥亲切的老实人 不过外表看似平淡的高成 背后其实暗藏惊天秘密 十流四儿 性格正直敦厚 是高骏好友 经常因为调查案件 出入高家 在一次调查期间偶遇止同 由于二人同样正直心心相惜 最终互生好感并发展感情 最终互生好感并发展感情 最终互生好感兴趣